见烦恼 生见边见 见取戒取 邪见五种 思烦恼 是贪嗔吃慢衣 五种 六道众生 统统都有 但是有厚薄 不同 有些 很厚 那对于六道的 职责 非常深 不容易 离开 有波 谁有见识 见识不是很浓 与佛教界 他非常欢喜 能信 能解 能行 他也能证 这个是要拨的才行 太厚了 不行 对装事情 这是我们修行 关键的所在 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修什么呢 对人 对四对五 看得淡一点 不要斤斤计较 与我们 念佛求生 有大帮助 什么事情都 斤斤计较 这就难了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秦职太深了 同名叫秦职 秦就是谜 谜的反面是觉悟 是智慧 秦职深的人 没有智慧 所以生活在这世间 很痛苦 有地位也痛苦 有情也痛苦 没有地位 没有情也痛苦 都是一样的痛苦 佛教我们利苦得乐 实在讲 他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叫我们 把这些秦职放下 知道这个东西 是假的一场空 利根人 上上根人 一眼就看不 所以他能彻底放下 他不放在心上 像镜子 照东西一样 古人说 湖来见湖 汉来先汉 湖 是湖人 外国人 从前中国 说外国人都叫湖人 外国人照镜子 先外国人像 汉人 中国人 中国人照镜子 先中国人像 镜子没有心 完全随缘 不着想 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 都忘掉了 没有像镜子学习 照镜子 他混账 称镜子 菩萨 要向他修 你看 他真随缘 痕迹不着 这就是发神菩萨 这就是发神如来 我们每天 每天没有离开他 但是不会用他 会用他 每天照镜子 那就是无上妙法 那就是在真修行 你看镜子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凡所有相 见识绝望 一切由威法 如梦幻泡影 很多年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把这几个字印在 透明的帖纸上 透明 送给谁呢 送给很多同修 我让他们 你把这个东西 贴在你家电视机上 看电视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 不要被像迷了 假像 不被假像迷了 看电视也是真修行的 复发在哪里 没有一发 不是复发 问题是 你会不会 会了 无有越发 不是复发 不会也 花言 发花经 也不是复发 你就不会吧 复发 复发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活活活活活活就在面前 好 好的 好 好 好 稳